台北市国中国文 线上教学影片 五柳先生传 段落梳理与统整2 五柳先生传 共有六个单元 本单元是段落梳理与统整2 透过本单元 各位可以学会 转第四至六小段的段落梳理与统整 在上个单元段落梳理与统整1中 我们说明了区分段落的方法 并将转的部分区分为六小段 在本单元我们要进行第四至六小段的段落梳理与统整 五柳先生传段落梳理 我们还是照着段落梳理解的顺序 来梳理文艺 这段落梳理解的顺序 这段中的南词 是的意思是有什么意思是有信用的意思是有时 有时 造意思是网到 折是旧的意思 其 期望 曾步 是从来不 令勤 是舍不得 去留的意思 是离开 这一段当中 主词主要是吴柳先生 只有清就知其如此 或至酒而招之的主词是清就 因此这整段的意思是说 先生喜欢喝酒 因为家里穷 不能常有酒喝 亲朋好友知道他这种情况 有时就会准备酒来招待他 他到了亲友家就喝酒 总是希望能够喝得很开心 一旦尽兴就会离开 不再留恋 传的第五小段段句是 缓赌消然 不必封日 短和穿洁 单瓢履空 燕如也 缓赌的意思 赌是墙壁 缓赌就是周围都是土墙 缓赌消然是空荡荡的样子 缓赌是遮壁 缓日是风吹日晒 缓赌是初步短衣 穿洁的穿是破的意思 缓是缓补 缓赌指衣服破旧 单 成范的圆形竹器 瓢水瓢 燕如是安然自得的样子 这段话的主词 缓赌消然 不必封日 主词是缓赌 短和穿洁 主词是短和 单瓢履空 主词是单瓢 燕如也的主词是 五柳先生 整段的意思是说 五柳先生 虽然住不好 穿不暖 吃不饱 但是人宜然自得 传的第六小段 段句是 常住文章自愚 颇是己知 忘怀得失 以此自终 这一段的难词 住是创作的意思 婆是很 非常的意思 得失指好处与坏处 自终 过完自己的一生 第六小段的主词 都是五柳先生 因此 这整段的意思是说 五柳先生 喜欢写文章 颇能表达 自己的志趣 他不在意 生活中的德与诗 就这样 过了一辈子 五柳先生传 段落同诊 在传的第四小段中 请问五柳先生 借由喝酒 这个爱好 表现出 怎样的性情呢 当亲友 请五柳先生 喝酒时 他是毫无拘束 一去挤饮 一醉方休的 这反映了他 坦率 与认真自得的性情 根据传的第四小段 请比较 五柳先生的喝酒 与常人 有何不同 常人喝酒的目的 在于联络感情 因此要遵循 交际的礼仪 但五柳先生的目的 是自己喝醉 所以喝醉了 就离开 不再多留 根据传的第五小段 请问本段中 哪些文字 描写出 五柳先生 安平乐道的生活态度 请用原文回答 这整段都表现出 五柳先生 安平乐道的生活态度 根据传的第六小段 请问 以此字中的此 含义为何呢 此是代词 意思是前面所述的 所有生活方式 请根据传的第六小段 请问 本段指出 五柳先生 是忘怀得失的 忘怀得失的表现 为何呢 五柳先生的物质生活贫困 但是他不以为意 更多在追求心灵上的贤士快乐 这就是忘怀得失的表现 本单元重点回顾 转第四之六小段的段落梳理 和段落梳理 请选择本课 其他单元观看哦 本台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